娱乐圈最不缺自己太做 把前途作死的人 四年前 黄欣颖和郑秀文老公许志安 在车内击吻16分钟 轰动一时 当时黄欣颖正和马国民恋爱 不仅和有父之父私混 还是出轨者 事件曝光后 黄欣颖并未向马国民 郑秀文道歉 如今四年过去 黄欣颖却突然出来做转访回应 他说四年前 以私下向郑秀文发信息道歉 但对方没回复 做过的事不一定要公告天下 又说不会避讳见到郑秀文马国民 以前会逃避 现在有胆量面对 做这些不是为了洗白 不介意以后演坏女人角色 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这段专访丝毫没赢得网友同情 网友认为黄欣颖不仅没流露愧疚 反而在近半小时的专访中 大谈自己出轨被抓包后的痛苦 出事后患上情绪病 远走美国进修得以抒发坏情绪 有过极端想法 为了家人才放弃 回到香港上街不敢和人讲话 困在自己的世界中 面对负面评论 一直在训练强大的内心 一直以来遇到的都是美好的人 才有勇气重新相信人 除了这些 还有就是谈论自己创作 新歌的心路历程 再不然是说起去世的父亲 新婚的丈夫 怎样帮助他走过难关 关于道歉 网友认为黄欣颖说得很委屈 明明我私下道歉了 怎么都说我没有呢 最后很快转到自己现在过得开心 以后将会过得更开心 想到当年的受害者郑秀文 年终患病至今未遇 网友更绝不公平 而且黄欣颖做专访的时间点很巧 正逢他转型做歌手发心曲 父亲去世 网友猜测黄欣颖是打算全面付出了 对此网友表示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许志安都能继续混 黄欣颖也可以 至于还会不会挨骂 那必然会的 骂国明和郑秀文 一个是乖乖仔 一个是香港宠儿 黄欣颖许志安背着他俩偷吃 所有人都觉得太过分 骂国明是全内工人的好人 近TVB后一心打工存钱 平时极少应酬 也不会八戒高层搞资源 一向节俭的他 2000元手机用了三年舍不得换 日常不是陪妈妈逛菜市场 就是踢足球 对黄欣颖却大方送上价值20万的钻戒 可见他是奔着结婚去的 安心事件发生后 马国明遭遇媒体围堵 句句都为黄欣颖辩护 说他太年轻了 请给他一点空间 让他有后路可走 还说除了郑秀文 没人有权利发声 即便马国明也是受害者 首先处处维护黄欣颖 而且马国明一直拒绝回应 是否会分手 几个月后 才称无论如何两人都还是朋友 不仅给了最后的体面 也让处于风口浪尖的黄欣颖 避免更多麻烦 相比马国明 郑秀文艰难多了 郑秀文爱了许志安30年 他早知许志安花心 恋爱时就不安分 有次男方单方面提分手 郑秀文又逢事业受挫 竟患上中毒抑郁 这边郑秀文和并魔抗争 那边许志安连换两任女友 Happy得忘乎所以 可许志安一分手 郑秀文居然又和她复合了 还领争结婚了 郑秀文的一些粉丝 都吐槽她恋爱脑 结婚后 许志安不改花心本色 出轨黄欣颖搞出丑闻 许志安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泪向大众道歉 说都是醉酒误事 深受其害的郑秀文 又原谅了许志安 不仅原谅 郑秀文还支持许志安付出 夫妻好像已经和好 但网友看来郑秀文的状态 并不佳 暴瘦 眼眶凹陷和以往贪弱两人 人们不理解 一代天后也会为爱这样卑微 黄秀英不同于许志安 她的更多黑料被重提 黄秀英和吴启华一起拍戏时 不知是两人相处太亲密 还是怎样 吴启华在微博上 先是大赞黄秀英 清纯可爱 美丽动人 之后又写道 不但文物全才 英文Lark Lark生 左思以右得 主持的电视节目 拍完一集又一集 而且还勤奋好学 力求上进 你又怎会不爱她呢 下号 当时吴启华与第二任妻子 史扬次婚变 便有媒体报道 黄秀英与两人的婚变 有很大的关系 对于这段绯闻 黄秀英完全否认 对媒体强调 不会喜欢有夫之夫 听问吴启华离婚消息 也毫无反应 他澄清说 不会私下联络 这传闻很搞笑 我们吃饭都是与剧组一大群人 他在聚集演我哥哥 比较聊得来而已 然而在2015年初 拍摄东坡家事时 黄秀英与人夫王浩信 因在剧组过于亲密 又被指介入对方的婚姻 导致陈自瑶与王浩信冷战分房睡 对于这段绯闻 两人同样否认 黄秀英表示 与剧组的欧阳振华 万气问都是朋友 只不过在剧内与王浩信 试验情侣 所以两人才接触更多 王浩信则对绯闻报道一笑置之 他表示 黄秀英是我工作上的搭档 杂志提前帮我们东坡家事宣传 非常感谢他们 希望大家到时会喜欢这套剧 但后来安心事件爆发 网上就突然流出一段疑似 TV被幕后工作人员录音 隶属黄秀英在拍摄剧集东坡家事时 和拍档王浩信交往甚密 而且说是女方主动出击 王浩信的妻子陈自瑶 也在微博上点赞了 黄秀英爱勾打有夫之夫 喜欢主动做小三的博文 这时守华还是报复 名艳人都看得出来 当年拍摄《一盒为贵》时 黄秀英又与李思杰传出绯闻 李思杰当时凭借大热综艺 全家福禄兽走红 早到TVB的力捧 已经在多部电视剧当男一号 主持数部综艺节目 而且本身家境富裕 又是港圈出了名的花花公子 好聊一推倒 黄秀英曾被媒体抬到 深夜一起坐车去南方家里 以及与李思杰的妈妈一起吃晚饭 对于这段绯闻 两个人的说法不一样 李思杰接受采访 已经明显暗示 说有带女方回家吃饭 但黄秀英一直否认 说上李思杰的车 其实半路就下车了 没有到南方家里 只不过媒体只拍到他上车的照片 没有拍到他中途下车的照片 至于被目睹 与李思杰妈妈一起吃晚饭 则说是一堆人去吃 最后被记者追问 他坚称与南方只是好朋友的关系 没有考虑过在一起恋爱 经常老手被心机女耍 自然难以咽下这口气 次年李思杰特意邀请黄秀英 担任他在马来西亚演唱会的嘉宾 女方刚上台 男方就带双关用英文问他 How much 暗讽对方有家有事 偷偷进行不道德交易 没有任何防备的黄秀英 意识愣住 之后回敬一句 I am priceless 全场火药味十足 最后李思杰又向媒体自爆 遭TVB某女艺人利用 我叫他15 Minutes of Fame 不知道他未来几十年 要怎么再演一圈混 如果能努力点 勤奋点 就不需要靠这种方法博眼球了 这种为自己制造知名度的人 愚蠢又没有远见 自此 两人再无交集 2017年 黄秀英拍摄《攻心剑2》与TVB人气小声 马国民朝夕相对 而擦出爱火花 但因为两人一直玩地下情 黄秀英立马背着南方 与跑牛网周志文去抛夜店 各种肢体暧昧 有媒体声称 黄秀英与马国民的恋情日渐高调 但属其旅找马的心态 马国民只是黄秀英 皆是更高层人士的跳板 之后 他的理想对象是澳门太阳城集团主席周超华 也就是2021年年底被抓的那个习密华 据闻黄秀英十分主动热情 曾向习密华安送秋波 然而南方并不接受 黄秀英才将目标转向该公司其他的高层及旗下艺人 也就是许志安了 一系列风波过后 黄秀英倒了煤 工作被停 剧被撤档 TVB也心累 据说TVB已内定黄秀英做新景花旦 黄秀英刚出道 TVB就给了四部剧资源 搭档是马国民 黄宗泽 吴启华等知名男星 结果心血付诸东流 黄秀英的剧也要重拍 损失近2000万 媒体称TVB向黄秀英索赔3000万 广告商也会问他要赔偿 接着又曝光黄秀英出售一栋价格正在上涨的房产 采他是卖房还钱 媒体嘴里的黄秀英惨兮兮 现实却并非如此 TVB高层亲口说没放弃他 一直保持联系 等时机成熟再谈付出 高层都这样说了 黄秀英在圈内还能混 至于所谓的好时机 最近马国民唐洛文大婚 可能就是黄秀英抢热度的大好机会了 本该各自安好 黄秀英此时高调谈往事 热度是有了 却被怀疑居心双测 付出恐怕不会顺利 马国民则在媒体追问下回应道 都有了新的开始 不必再执着 备赞这才是真体面 你们相信黄秀英是真心悔悟吗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去闻去世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